所谓的板块构造学说 板块构造学说基本的概念就是一个硬硬的原石圈 浮在一个软软的软流圈上面 有一个不好的比喻叫做船浮在水上面 因为我们说过软流圈不是水 软流圈不是像水那样 但是这个比喻比较简单 你比较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就说像船浮在水上一样 硬的原石圈浮在软软的软流圈的上面 叫做板块的基本概念 那什么样是原石圈 教过了写过了 原石圈包括了地壳跟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厚度约略是100公里 厚度约略100公里 地壳跟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厚度约略是100公里 那底下就叫做软流圈 那个软过了 融融状态性质向力清具有流动性的 它也位在上部地寒 它的厚度大概200公里 康轩版是写100到300 有的书上写是100到250 没有差啦 反正差不多就好了 就是100公里以下到两三百公里的地方 这叫做所谓的软流圈 它也位在上部地寒一小部分 它的性质是融融状态 有些有融 有些没有融 大部分没有融 有些有在融 融融状态 性质向力清 我喜欢的是麦芽糖 有点会流又不是很会流那种状态 上部这样就有流动性 这叫做软流圈 然后呢 软流圈就是会流嘛 软流圈就是会流 就是构造体 左手左下角是传统的分法 分作地壳 地寒 地壳 右上角右边这个就是分了 上面有一个叫做岩石圈 就这里叫岩石圈 岩石圈包括了地壳 地壳就是这个深深的灰色 叫做地壳 下面那个前景的灰色叫做 上部地寒的 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然后它的下方叫做 它的下方叫做软流圈 它的下方叫做软流圈 软流圈以上叫做岩石圈 这个是一种画法 换一种画法意思一样 有这个画法 也是一样 下面有写着是 这个深深的咖啡色 就是所谓的地壳 然后呢 有个地寒 有个地壳是传统的 按照地震波的研究 所划分的方式 板块过去分的叫做软流圈跟岩石圈 这个图都完全没有照比例 只是就是一个意思而已 所以软流圈以上叫岩石圈 也是一样 有包括了这个深深的咖啡色 叫做地壳 这个浅浅的咖啡色叫做 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下面有点红的就叫做软流圈 叫做软流圈 有点红的叫软流圈 好 这是样子比例 那岩石圈不是整个一大块 列成了很多块 每一块叫做一个板块 事业上有七大板块跟几个小板块 好 老师说过学测考过一题 就是考这个 岩石圈就是板块 板块就是岩石圈 这个范围叫做岩石圈 这个范围的东西列成很多块 每一块叫做一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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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七大板块跟落干的小板块 最大一个叫做太平岩板块 其实很少人问这件事情 很少人问你最大板块是谁 很少人问这件事情 最大板块叫做太阳板块 板块上面通常是既有陆地也有海洋 板块上面通常是既有陆地也有海洋 有少数的是只有海洋 我们叫大家所谓的海板块 叫海板块 OK 好 这里有七大板块 我女儿念小学的时候 这七大板块通通写过 通通写下来通通进入 国中地科没有那么多 国中地科基本上只交两块 我们客只交 对不起 三块 一块叫欧阳 一块叫印澳 还有一块边边小小的叫做菲律宾海板块 我们地科课本只需那三个 好 欧阳板块 印澳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 其他的都不理他 我讲过 连太平洋最大都很少人问 都很少人问你说 谁最大一块 都很少人问 OK 好 我给大家 这是我讲的模型 脆皮巧克力雪糕模型 解释板块构造学说 买那个脆皮巧克力雪糕那甜筒 打开来上面有一层硬硬的巧克力 下面有一层软软的冰淇淋 然后就是饼干的部分 板块构造学说不管以下 就打叉叉 不管下面的东西 不管下面的东西 OK 那个硬硬的巧克力 就叫做岩石圈 软软的冰淇淋 就叫做软牛圈 不一样的地方是 软牛圈是热的 冰淇淋是冷的 冰淇淋是冷的 好 但是 然后呢 你通常打开那个脆皮巧克力 上面那些巧克力 不会一整块 会裂成很多块 每一块叫做一个板块 脆皮巧克力雪糕模型 这只是要跟你解释 完全没有照比例 如果你照比例 你这样子卖雪糕 你会不会很窄 软牛圈200公里 岩石圈100公里 地球半径6371公里 你的整个甜筒算6300 上面有100公里的巧克力 200公里的冰淇淋 那他比例就是 打开来一甜一口 就全部都吃光了 你这样铁地被人 幹掉到不起 这样子卖东西的 好 所以这只是说法而已 脆皮巧克力雪糕模型 让你了解板块构造雪糕的意思 你要会 这就是你回家要自己做的事情 这就是你回家要自己做的事情 坐在这边想一想 你怎样用板块构造学说去解释大陆飘移 去解释海底扩张 这里有地寒热对流上升 冒出来 长出新生的海洋地壳 然后呢 地寒对流上升之后就向两边分开来了 哦原来不是 所谓的新的海洋地壳 把老地壳推向两边 是地寒的热对流流动就是分向两边嘛 船浮在水上面 水再动船就会跟着一起动 所以底下的软流圈在流动向两边流 上面就会向两边分开 所以冒出来分两边 冒出来分两边分分分 最后拉回去地寒对流下降 就把它拉回地寒消失 一见海沟处底末消失 这就解释了所谓的海底破章 中阳井深沉 海沟处消失 长出来推两边 长出来推两边 底下的地寒在热对流 软流圈在流动 上面的板块就跟着一起动 板块就跟着一起动 水在动船就跟着一起动 板块上面有陆地有海洋 所以板块在动就是陆地在动 陆地在动叫什么 大陆会飘移 就解决了韦格纳大家这个问题 我们说韦格纳没有动力来源 对不对 我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可以分开 因为地寒热对流 因为地寒热对流 所以就会分开 就会分开 所以就解释了 就解释了 大陆飘移跟海底破章 这就是你回家要自己做的事情 请你坐在那边 脑袋瓜想一想 自己解释给自己听 如何用板块构造学说 去解释大陆飘移 去解释海底扩张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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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